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把张博之念成张白之 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念 对吧 所以今天呢就来画一个港风妆 并不是仿妆哟 只是港风妆而已 再说我也仿不了张博之的妆呀 那么下面就开始吧 底妆和定妆我就快速略过了 因为这个不是重点啦 90年代的港风妆吧 我觉得第一眼看上去都会有非常明显的轮廓感 尤其是口红和眉毛最能凸显它的特点 像一些特别的场合呢 就能看到一些红红绿绿 蓝蓝紫紫的不常用的眼影 而且看着都很明显 就像那些舞女啊 还有一些在酒吧唱歌的那些歌手啊 好吧 这只是我自己的理解而已 那么下面就先从眉毛开始吧 很多90年代的女性 她们的眉毛都是那种 眉头比较粗 眉尾比较细 而且眉间距比较高 眉峰比较高强的那种眉心 当然了这个也是分人的 像王祖贤女神就不是这样的眉毛 这次眉毛的颜色呢 我就用一个黑色的眉笔来画 诶 这不是和我之前画的眉毛 没有什么区别吗 但是还没有画完呢 我现在要把这里加粗 大概这样就好了 我刚才画成这样 只是想看一下眉峰的位置 估计骗了很多人 下来就是眼影部分了 我选这个颜色进行眼部搭底 因为我没有比这个更浅的颜色 所以我在打底的时候会轻轻的打 这样颜色看起来不会很深 这次打底的部分 我会把这个眼头部分 就是眼角这个部分也打上 打完底的话 顺便可以给鼻梁做一个修容 还是用眼部搭底的那个颜色 现在我就用这个砖红色 来加深一下眼尾 眼头部分也可以加深一下 现在可以用一个更深的颜色 来加深一下下眼瞼这个部位 加深的这个颜色 可以连到这个眼头的部位 可以连到这个眼头的部位 突然感觉好像上重了 然后再用一个干净的刷子 来刷一下这里的轮廓部位 最后来给眼睛做一个提亮 那么现在眼影的部分就画完了 开始画眼线吧 这次眼线的话我觉得画的还挺明显的 因为我画了稍微画了一点上眼线 感觉这边真的画的好不顺手呀 好我的眼线画完之后就开始修容 修容的话还是用我以前这个修容粉 修容做完之后就开始上高光 用刚才提亮的这个颜色来上 鼻梁 鼻头 唇峰 人中 这个叫人中我记住了 上期我不知道这里叫什么 然后我看到有弹幕说这叫人中 就是这里 我记住了这叫人中 多谢 然后还有下巴 还有颧鼓 颧鼓的地方我其实可以选择金色的来提亮 对吧 一会儿 以后再用金色的再加一层 最后一个提亮部分 就是这个眉鼓位置 然后可以蘸一点这个金色 给颧鼓加一层 我觉得土金色应该会比较好看 所以我就加了一层 应该不会差吧 最后呢就是唇装部分了 唇装的话 那种90年代的港风唇装 很多都是那种比较饱满的复古红啊或者是大红色 我家的大红色好像只有这一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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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不是大红色啊 哇 怎么还有个黑色的口红 这个黑色什么鬼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 哎 还有一个这样的颜色 这两个颜色好像都一样 这个还没有用过呢 就用它吧 哇 这个口红的味道好香呀 我感觉这个颜色有点橘呢 因为港风的口红轮廓会比较明显嘛 所以我就用一个唇刷 来给它刷一刷这个边缘 我感觉这个颜色不太大红 没办法 我家只有这个颜色了 哎 好了 那么这个九十年代的港风妆 就算是化完了 现在我就拉近一点 来让你们看一下妆面吧 我感觉港风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 很多香港女性的耳饰都是那种耳坠 然后下面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呀 就是耳坠下面掉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呀 个头都非常的大 或者是那种非常大的耳环 这么大的耳环 但是我家里现在没有 所以我现在不能带 港风呢 其实还有很多因素 比如说头发 像九十年代的女性嘛 她们的头发都是那种大波浪卷 但是我的头发 我不会卷发 然后发量又比较少 做不了那样 比较有 有蓬松感的头发 然后我的发量又比较少 所以我这个港风妆看起来 并没有那么浓 对不对 还有一种发型就是那种 翻过来的 就是 这样的 因为我的发量 因为我的发量比较少 然后头发也比较服贴 所以蓬松不起来 她们都是 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是非常的蓬松 那样很有女性的味道 然后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九十年代港风的照片 都有一种特别浓的柔光滤镜 加上一种复古的回忆童年的感觉 再加上一身复古的服装 完美 那样才有九十年代港风的味道 现在我就来调一个柔光滤镜给你们看一看 不好意思我发型真的立不起来 因为我头发真的太贴了 我也好想拥有托尼老师的手艺啊 以后我就能自己做发型了 可惜我的手他有自己的想法 现在就给头发弄乱一点 再换一个高柔光的滤镜 加上回忆童年的感觉 你们就可以看到九十年代的我 我这个口红真的好重呀 不管往哪一层就是一个印 妈呀如果这个口红印让我女朋友看到 会怎么样呀 我好像没有女朋友呀 我现在来拍一张港风的照片 用这个港风的滤镜看一看效果怎么样 怎么样还不错吧 我再多拍几张 现在把头发弄乱一点 就我觉得把头发弄乱一点更有味道 好了那么今天这个九十年代港风的化妆视频 就到这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哟 下期见喽拜拜